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制作一个小高层的模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提供给我们的CAD非常的简洁 它只有1到11层的平面和一个屋顶平面 然后在立面的处理上它也只给我们提供了一张立面的图纸 所以在这里其余的三个面要根据我们平时工作中用到的一些经验来进行处理 最后让我们的模型完整起来 而且它还有一些弧形的造型 这些都是要通过平面的建模法来进行处理的 现在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我们的CAD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立面 在立面上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个12层的一个高层的住宅 它的绘制方法很简单 它的楼下是架空层 1到11层就是给了我们平面的这11层 是一样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绘制标准层之后直接往上复制 然后12层在阳台的位置有一些变化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平面图纸 从左往右开始看 最左边在这里遗漏了一个CAD的窗户 到时候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要进行补上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 它的平面上的图纸和我们的立面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平面上能看到窗户是架在我们的墙体的中间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窗户是直接在转折处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到时候我们有一些处理的方法 然后我们再来看 在这个地方有镂空的标志说明这里是镂空的 这一条是一圈装饰的线条 然后有阳台 有推拉门 这里是主卧室 在这个地方这里是门 这里是窗户 所以在制作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 然后有阳台 有镂空 然后在我们CAD的北立面 这一面是没有CAD的 到时候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一些建模的方法来处理这边 使我们的模型完整 然后是我们的屋顶平面 屋顶平面很简单 有一些造型 看完了CAD之后 对CAD有了大概的了解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整理我们的CAD 现在我们来开始整理我们的CAD 这个CAD很好整理 它没有过多的标注 我们将填充物体进行删除 我们将填充物体进行删除 整理我们的标准层 我们的CAD有了解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到官层的方法进行处理 在CAD画的比较标准的时候 也就是它的层规范的比较标准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官层来进行处理 我们可以将空调机位的地方进行删除 让我们CAD看起来整洁 这个CAD比较好整理 整理好之后因为我们是官完成的 官成之后我们会仔细的观察一下 我们的CAD图纸有没有缺失的部分 如果没有我们就可以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写块了 从平面开始 标准层 再来写屋顶层 然后再来写我们的立面 CAD写好块之后 我们直接将CAD进行关闭 然后重新打开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CAD 到时候在做的时候进行一定的观察 打开我们的MAX 将我们整理好的CAD进行导入 在导入之前同样的 要对MAX进行一定的设置 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讲解了 我直接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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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导入我们的CAD 先到我们的标准层 层主 归到零点 创建层 创建层 添加进来进行冻结 然后再导入我们的第二章屋顶 将它们进行对齐 对齐之后同样的创建层 冻结 可以将它进行隐藏 最后导入我们的立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立面是对应的我们的蓝立面 因为只有蓝立面才有阳台 其余的几个立面上都没有看到阳台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对齐 在对齐的时候同样的选择门窗进行对齐 因为门窗是比较好找位置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选择用门窗来进行对齐 在这里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CAD和我们的平面里面有一些差距 我们要进行调整 我们要进行调整 在这里门的大小我们已经看到了 平面上的门比立面上的要稍微大一些 所以当时我们在制作的时候要处理一下 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立面来建模 不能根据平面来建 这个地方的窗是对的 这个地方的门也稍微大了一些 对它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门的位置有稍微小了一些平面上 在这个地方有转折线说明它有前后进退的关系 基本对齐之后对它进行旋转 然后摆放好位置 创建层 立面 立面 冻结 将构勾选到零层 将多余的 都进行删除 CAD导入整理好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进行建模 首先我们来建架空层 在这里我们先绘制一下 然后对它的点进行调整 对它进行挤出 240的墙体厚度 在这里再来绘制 这一面墙体 对 对 然后再来绘制旁边的 挤出240 挤出240 标准层的墙体来进行摆放的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全部把它放在我们的标准层的墙体下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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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点进行调整 选择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键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我们测量一下高度 我们可以直接用圆来进行测量 2米35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挤出来的墙体是发黑的 说明我们的墙体是有问题的 在这里我们将退回去 几出的命令进行退回 然后来调整一下我们的点 将点进行一次融合 这里同样的 在对点进行一次焊键 然后再来挤出 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接口没接上 我们来连接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在模型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对模型进行一个检查 看哪里出了问题再对它进行调整 然后我们将墙体进行绘制 在这边 将空缺的墙体进行补上 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统一挤出高度 然后为它更改一个材质 墙体一我们可以写 因为我们在CAD上看不到它的材质的标注 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添加一个颜色 然后我们将窗洞的位置 进行窗户的绘制 这些基本的在前面的章节里面 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在这里我就做得比较快一些 将位置摆放好 写窗框 玻璃 然后同样的进行复制 如果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 关联复制 然后再来摆放它的位置 这样很快的 我们就将我们的架空层就建好了 那么绝了 我觉得这个让我们的架空层就实现 我的架空层就太高了 谢谢观看